A.M.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一个主题是EQ 我们知道这些年间其实不管在职场当中 或者是在领导学里面都在谈高EQ 或者是好的EQ有多重要 到底EQ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好的EQ 我们常常看到新闻里面讲到一些恐怖情人 只是因为说对方要跟他分手 然后就把对方杀了或者把对方毁了 可是其实这个EQ其实害得他下半辈子 都要在监牢里面度过 一点都没有办法挽回对方 反而自己也摧毁掉了自己的人生 还有个新闻就是说 有一个律师他去打完一个离婚官司之后 竟然就被那个先生很火爆的先生 在法院的门口就把他撞死了 接着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娱乐节目 然后这个娱乐节目最后就有一个影片外流 我就说这个在当中玩游戏的时候 玩一玩就吵起来 最后主持人就发了很大的脾气 然后骂了就被外流 另外就是林淑豪留了这个辫子 然后就开始有人说 嘿你不要留我们这黑人的辫子 就有另外一个NBA球员这样跟他说 你不要留我们这黑人的辫子 因为你姓李 你懂吗 你不是个黑人 他觉得黑人身上有中文的tattoo 他们写幻德幻师 而且他根本就刺错了 听说姚明有跟他说过说那个意思 解释完之后这个黑人就说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自满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幻德幻师是不自满的意思 但是看到林淑豪的回应是 是非常高EQ的 他就说我很欣赏你的中文刺青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把你的海报贴在我的房间里面 他真的看到这是一个很高的EQ 然后他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去留这个头发 留这个所谓的辫子 他其实表达的是在一个种族的和谐当中 其实他的表达是非常尊荣的 是 是 他反而去尊荣了这个族群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 很多人的成功与否 其实真的是跟他的EQ很有关系 到底什么是EQ 我们讲了那么久 你知道哈佛大学的教授Howard Garner 他提出一个叫多元智能的理论 他就讲到说大部分的人讲到说 我们都讲智商 智商 讲IQ 那么我们都讲到就是语言跟数理逻辑的能力 可是其实他就提出了八种东西 这八种东西呢 譬如说空间啊 譬如说艺术啊 这些很多很多这八种 这些或是运动啊 这些其实都是某一种智能 那么其中他特别提到两种 一种是人际的智能 人际关系 你会发现有些人很会交朋友 那么有一种是内心 一种是人际的 一种是人的内在的 就是跟自己的一个互动了 他跟自己的内在是有这个很强的内心的 那么后来呢 有另外一个 很有名的一本书叫EQ 这本书是从另外一个心理学者 叫丹尼尔高曼 丹尼尔高曼就讲到说 其实EQ包含着五种 这个EQ就是所谓的情绪伤术 这个emotion 那么这个情绪伤术呢 是讲五件东西 第一个是自我觉察 这个人有没有自我觉察的能力 第二个是自我规范 他觉察包括他是 我里面有难过 里面我有沮丧 我里面有什么什么 这个有的人对自己内在的感觉 很清楚地觉察 第二个他觉察之后 他能不能够很适度地去表达出来 其实代表EQ不是不表达 是 EQ是表达 你要懂的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高EQ的人 或者是好EQ的人 是很不动声色 或者是喜怒不省于色 那其实有某种程度 他其实压抑是不好的 对 其实压抑是不对的 他的意思是说 你要能够表达 你要能够跟别人讲你的感受 可是你表达的时候不失控 所以这是一种自我规范 第三种讲的是自我激励 就是说我知道 我能够设定一个目标 而且我能够挑战我自己 激励我自己 你会发现很多人他的EQ 就是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激励他自己 为了他的激励很多是外在的 比如说什么 奖励是外在的 他很难从里面内心深处 找到那种motivation 是 是 那这三个前面讲的都是自己 那第四个讲到同理心 他能不能够对别人有同理心 OK 那第五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现实 他能不能够有一个现实 去感知现实 也就是他能够很真实地 去面对他这个环境 这也是一种 这些都是EQ的一部分 我这样解释完之后 其实这个层面 其实特别是自我省察的部分 其实跟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贴切的 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自己里面 正在经历什么 我们需要某种程度 其实我们一开始要跟自己和好 然后爱人如己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们怎么样察觉我们里面的emotion 那就发现在我们的华人的文化里面 其实这个情绪是不被celebrate的 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 其实是某种程度 我们的规范已经决定好 什么情绪是OK的 什么情绪是不OK的 什么情绪是可以的 特别是男性 男生不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都某种程度 在一个文化的当中 其实有一些的枷锁 跟一些的限制 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